高铁这个曾经被认为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交通工具,如今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重要桥梁,而印尼的亚万高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条由中国技术、中国方案、中国标准建设的高铁连接了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龙,全长142公里,时速达到350公里,将两地的交通时间从三小时缩短到40分钟,一经开通,客流需求旺盛,深受民众青睐。 而最近,关于这条高铁的消息再次登上热搜,一是印尼官方放出消息,称正在审查延长县万龙至科波的建设方案,后又有人质疑,印尼即将迁都,回本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到了11月底,亚万高铁涨价又让不少媒体找到了突破口,称涨价后的亚万高铁客流惨淡,那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自2023年10月17日至11月22日开始运营以来,亚万高铁已为49.1万名乘客提供服务,周末平均客运量最高达到每天2.1万人次,工作日每天达到1.5%, 列车的平均上座率达到80%至99%,高铁出行的乘客数量和上座率的持续增加,表明公众的信任和兴趣程度非常积极,使得亚万高铁已经成为首选交通方式。 随着亚万高铁二等座15万亿尼顿,约合68.98元的优惠期在10月30日结束,中印高铁公司已于2023年12月1日起,实施新的车票促销价格。 亚万高铁车票新的促销计划分为两个,周一至周四20万亿尼顿,约合91.97元,周五至周日25万亿尼顿,约合114.97元。 此促销价格仅适用于二等座,其中包含了从帕达拉朗站,往返万龙站的支线列车车票。 高铁公司董事长表示,12月实施促销票价和增开班次的目的,是为希望将亚万高铁作为首选交通方式的乘客,提供更多出行机会。 亚万高铁作为一项商业列车服务,票价将根据旺季或淡季的乘客需求,采用动态定价策略来确定票价。 2023年12月周一至周四每天将有40趟列车,周五至周日每天将有48趟。 看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质疑,本就价格高昂的亚万高铁票,如今再次涨价,是否会对客流造成影响? 其实这种担忧大可不必。旅客熙熙攘攘,店铺生意繁忙,这是记者在亚万高铁起点站、哈利姆车站的第一感受。 站内自动售票处和人工窗口处都有不少旅客在排队购票或咨询,一些商铺前排起长队,生意应接不下。 因您一家知名面包连锁店的店员告诉记者,自亚万高铁开通运营以来,店里生意非常火爆,每天能接待五六百名顾客。 看到记者采访,一对正在后车的中年男女满面笑容地走上前来,听说你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我们想和你聊几句。 名叫李斯万托的男士告诉记者,他们夫妇二人一大早就从距离亚加达60公里的茂雾赶到哈利姆车站,专程前来体验亚万高铁。 亚万高铁是在中国帮助下建成的,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我们非常感谢。 奥利维亚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工作,该公司专为亚万高铁提供电子支付系统,她深切感受到亚万高铁一票难求的热度。 由于车票紧张,很多人还没有机会乘坐,但大家都对亚万高铁津津乐道,为印尼拥有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深感骄傲和自豪。 到了近站安检处,21岁的工作人员贝利亚纳也告诉记者,我早早就投递简历应聘车站的工作岗位,如今梦想成真了,我的家人朋友都为我能在这么漂亮整洁的车站上班感到骄傲。 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他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通过以上的数据和记者实地参访可见,亚万高铁的运营情况实际上是乐观的,尤其是在11月份,乘客数量的增长明显。 这证明了中国修建的亚万高铁,在印尼的受欢迎程度有着良好的发展潜力。 再说了,我们的高铁大部分都亏,他们亏什么?这是大众公共设施,只是单纯盈亏考量。 对印尼当地其他行业发展,效率提升,会没有帮助吗? 我们接着来说第二个热议话题,印尼即将迁都这件事。 其实,各国迁都背后都有深厚的考量,印尼也不例外。 第一,现在的首都雅加达已不堪重负,是印尼要迁都的直接原因。 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历史可谓悠久,其建成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 1602年,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在今天的印尼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并将贸易中心建设在今天的雅加达,从此基本奠定了印尼首都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3月,日军占领了巴达维亚,并将其命名为雅加达,沿用至今。 1950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式成立后,雅加达成为首都,并吸引了诸多年轻人的目光。 截至2020年,雅加达人口已超过1000万,如加上周边卫星城市,人口规模还要更大。 雅加达所在的爪哇岛,面积不过是全国的6.6%,人口却占了全国的55%,巨大的人口红利进而带来了城市的飞速发展。 然而,如多米诺骨牌般的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使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如今已不堪重负。 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雅加达以每年平均17厘米的速度下沉,熔灯世界上下沉速度最快的首都榜单。 过多的机动车让道路拥挤不堪,肮脏的城区环境影响着居民的身体健康,因此为雅加达减负迫在眉睫。 第二,平衡全国经济发展,是印尼要迁都的深层次考虑。 据最新统计,雅加达所在的爪瓦岛贡献了印尼全国近59%的GDP,其中仅雅加达及其周边地区就占了全国GDP的近21%。 而包括新首都规划所在的加里曼丹岛在内的印尼中东部众多岛屿面积占全国的六成以上,GDP的贡献率却不过区区17%。 迁都有利于鼓励全印尼各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理论上可能有助于减少地区间的不平等现状。 第三,新首都的选址是印尼政府经过实地调查和深思熟虑后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结果。 首先就是地理位置,新首都所处的东加里曼丹省是印尼第二大省,占国土面积的11%,首都的选址大致位于印尼这个迁岛之国的几何中心。 这对于印尼这个以散为主要地缘特征的群岛国家的管理和统筹会产生积极影响,能让印尼各民族增强对国家的向心力。 其次,在地质方面,新首都遭遇地质灾害的风险比雅加达要小得多,这里是印尼发生自然灾害风险最低的区域之一,几乎没有地震、火山、海啸和洪水等灾难。 反观雅加达所在的爪阿岛正处在欧亚板块和澳洲板块的交界地带遍布火山。 再次,东加里曼丹省已有的配套设施和自然资源都为新首都的建设提供了便利,能省去部分资金投入。 新首都周围有两个城市,巴黎巴板和三马琳达,它们的两个机场都能正常起降。 同时用水可以直接从东加里曼丹省已有的水库中引流。 另外,东加里曼丹省不仅是印尼著名的木材生产中心,而且自然资源丰富,若得到大力开发,潜力可期。 据媒体报道,迁都计划中的一些项目已在进行中,不过迁都并非一间意识,除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要考虑到各方利益。 因此,印尼迁都虽然旨在国富民强,但确实要劳心费神,不可能一蹴而就。 印尼国家发展规划署就表示,对于首都的搬迁至少需要10到20年时间,而总统现在计划的3到5年并不可行。 另外,印尼总统最多能连任一届,而现任总统左科一旦离任,继任者会否在迁都问题上翻烧饼也有待观察。 至于印尼迁都是否会对亚万高铁造成影响,KCIC总裁印尼籍董事长李亚蒂表示,印尼迁都预计将带走150万公务员,这虽然是亚万高铁乘客的主力军, 到时亚万高铁每日预计客流量可能需要从6.1万下调到3.1万,但项目达到盈亏平衡点的时间也不会超过40年。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亚万高铁最近这些热议话题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